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淳美经常用不标准的国语说 我们上流社会的人怎样怎样 在节目中她还教小S上流社会的人怎样用餐 她在节目中侃侃而谈上流社会的种种礼仪 让人以为她从小就是长在城堡里的公主 但是事实恰好相反 许淳美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 爸爸在原山动物园替人照相赚钱 这份看人脸色的工作让她的爸爸经常被人羞辱 这样的场景深深地刺激了年幼的许淳美 她发誓将来一定要成为有钱人 家庭困难 许淳美自小就要打工帮补家计 她在工厂做工的时候差点被机器压断手指 想要吃一碗阳春面要辛苦攒一周的零花钱 有一回想吃面包的她向同学借两元钱 却被同学斥责为穷鬼 还让她滚一边去 在这样的境遇下 她迫切地希望长大 改善这一切 在19岁那一年 她的人生的确发生了巨变 不过是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 让她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花样年华的许淳美虽然家境不好 但是她本人长发飘飘 长得清秀可人 有许多人甚至认为 那时的她还有几分神似王祖贤 就在这一年 她被富商李文青强暴 最后被逼嫁给她 对于一直渴望改变处境的许淳美来说 这样的际遇真的是悲喜交加 如果李文青在婚后能善待她 也许她会忘掉当初的不堪遭遇 成就一段长久而平淡的婚姻 但是有过那样恶习的富家子 怎么可能是善类 婚后许淳美就经常遭受拳打脚踢 三年后 忍无可忍的许淳美结束了这段婚姻 离婚之后 25岁的她遇上了这一生的最爱 商人郑其松 郑其松是名副其实的富豪 在日本买了6栋摩天大楼 在台湾有30多个门面 每月仅租金就有300万的收入 更难得的是 郑其松对她疼爱有加 不仅不介意她的过往 也承诺结婚后一定会一心一意 如果就这样下去 许淳美的一生也是求人得人了 婚后郑其松也如承诺那般对许淳美万般宠爱 许淳美也在不久后再次怀孕 不过这时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在怀孕期间 许淳美意外发现 郑其松出轨了公司的一个女职员 于是许淳美马上盛气凌人地冲到第三者面前 大声呵斥对方 闹得人尽皆知 许淳美本意只是想让第三者离开丈夫 但没想到对方却在羞愧之下跳河自尽 后来许淳美肚子里的女儿早产 她也一度因此事坠坠不安 继而神经质的怀疑女儿就是第三者投胎来寻仇的 就这样在良心不安的情况下 许淳美把这个女儿过继给了表妹抚养 这也为之后她成名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郑其松在这件事之后心生愧疚 她没有再出现任何出格的行为 而许淳美与郑其松之间本应该也会有更多的故事 但在2001年郑其松因肺癌突然离世 将近百亿的资产留给了许淳美 许淳美因此成为了百亿富婆 但她对郑其松的过世一直无法释怀 在她的心中 郑其松几乎给予了她心声 思念之情也让她美美至夜晚 总会想起对方的好 从此之后 大受打击的许淳美开始失眠 她不仅需要依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睡觉 之后每次想起郑其松时 还有过轻声的举动 而就在这个时候 许淳美遇到了小她15岁的商人黄海明 黄海明虽然条件平平 但许淳美某次自杀时就是被黄海明所救 或许是为了报恩 或许也是急需找到一个感情寄托 许淳美给黄海明买了450万的豪车 并承诺每个月给她5万元生活费 就这样许淳美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 为报答救命之恩以身相许 许淳美固然想得简单 但却低估了自己对感情的需求 很快 许淳美便与黄海明分居 但却并未离婚 许淳美精彩的情史还在继续 但就在这时 那个早已被许淳美过寄给表妹的女儿 突然被曝光了一则在大卖场流浪的新闻 经过媒体的报道 外界得知这位名叫小云的小女孩的亲生母亲是父婆 随后再经过层层的渲染和调查 许淳美的身份浮出水面 她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直言女儿是亡灵转世 是找我报仇的魔鬼 并以此为由拒绝抚养女儿 成名后 遇到了在夜店工作的牛郎林宗一 因其与第二任老公郑其松长得十分相似 许淳美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对方 可彼时 许淳美名义上还是第三任老公黄海明的妻子 即使两人早已分居 但出轨还是不可原谅 之后许淳美与黄海明之间的离婚大战 又在媒体的报道下受到了关注 数据显示 两人在那一年互诉的官司最少超过30起 最后在许淳美的坚持下 两人成功离婚 但也并未让对方分走自己的财产 不过就在外界以为 许淳美就这样痛改前非 重新回归生活的时候 2006年 当时已经49岁的许淳美 传出与23岁的男模邱品瑞订婚的消息 那段时间两人也是很甜蜜的 在综艺节目上各种秀恩爱 当着镜头拥抱接吻 大胆又露骨 毫无疑问 小奶狗邱品瑞看中的 只是许淳美的钱和名气 包括两人订婚的时候 炫耀的也是许淳美给她的200万聘礼 150万的钻戒 500万的钻石手表等 而且与邱品瑞鲜明的目的一样 她的脾气和性格远远不是许淳美能够驾驭住的 这段感情的最终结局是 邱品瑞后续应欠下100万赌债 与许淳美爆发争执 在许淳美拒绝帮还的情况下 冲动的邱品瑞对许淳美动手 甚至还将其鼻梁打至骨折 就这样 两人还是走到了分手的结局 订婚也自然被取消 出院后 许淳美与邱品瑞一起召开了记者会 当场 邱品瑞为家暴行为致歉 许淳美则流泪表示 自己给她花的500多万 就当是报答快乐的恩情 但同时 许淳美也表示 自己曾以为找到了第二个郑其松 许淳美这一番话 既透露了她早已想清楚 是花钱买爱的事实 也证明了她对第二任丈夫 郑其松的留念 她试图通过金钱的方式 买下一场伪装过的甜蜜婚姻 来麻痹自己早已失去的爱情 既然邱品瑞无法完成自己的心愿 那么就另外换一个 不久后 许淳美聘请了一位 名叫蒋清泉的25岁助理 她不仅行似正吉松 且比邱品瑞听话不少 两人也顺利登记结婚 婚前 许淳美承诺给对方100万元 以及每个月5万的生活费 婚后她又购置了 价值500万的钻戒赠予对方 只是两人这段婚姻 仅仅只维持了18天 便宣告破裂 这是许淳美的第四段婚姻 也是最短的一段 离婚后 许淳美没有放弃自己 花钱买爱的方式 并且这一次她干脆找回了曾经 有过一段情的牛郎林宗一 直接了当开出条件 结婚给她2000万 并每个月给20万的零花钱 林宗一本身就从事贩卖男色的职业 见许淳美如此爽快 两人很快就达成一致 就这样 许淳美开启了自己第五段婚姻 之后两人签下协议 许淳美不再抛头露面 林宗一也从牛郎界隐退 两人低调开启婚后生活 然而林宗一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从2007年结婚后八年时间里 林宗一为了还赌债 前前后后共从许淳美手上 拿走了超过三亿元 等到许淳美不再愿意给她钱之后 她就拍拍屁股消失了 2015年 许淳美突然再次现身在镜头面前 这一次她摘下了原貌 也没有再画标志性的蓝色眼影 黑色的海青服 包裹着她骨瘦如柴的身躯 惨白的脸色也让她看起来憔悴不少 众人被许淳美的模样吓了一大跳 但也好奇她这段时间的经历 在接受采访时 许淳美口齿不如以往流畅清晰 看起来像是得了怪病一般 而她在一次一句 讲述完与林宗一婚后的故事后 也哭诉被林宗一骗了感情 自己被林宗一抛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件事让常年幸福的许淳美 选择顿入了空位 并透露自己法号为许淳美居室 她也发誓说道 我许淳美如果再交男友 就不得好死 至此 许淳美再一次淡出镜头之外 专心学佛 至2017年的时候 有媒体晒出她的照片 回顾单身一心向佛的她 看起来发福了一些 也显得健康了许多 再到去年 好友甜娃晒出与她的合影 再一次受到关注 而被问到身体状况 许淳美表示 现在身体非常好 平常除了学佛之外 也会跟好友去打高尔夫 甚至还透露自己最大愿望 希望大家常念阿弥陀佛 不得不说 许淳美这个人 在大部分眼里 都是笑话的代名词 包括她的五段婚姻 与小奶狗之间的花钱买爱 最后的结局 都演变成了闹剧 而从百亿身家的富婆 再到如今 一心向佛的出家人 许淳美这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 更是让人唏嘘 倘若换一种方式 她会不会生活得更加美好 最后也会不会生活得更加美好 就可以更加美好 大概有免贝